AG爆冷输给DRG逐渐狼化 长生爆出队内巨大的问题 赛讯工作没做到位 就是把新招能造男女王忘了 能造男女王 把这个东西忘了很难受 搞得我拉不到人了 算了算了后面打好 孟兰一人秀AG全队 一诺黯然失色 轩然一番话自相矛盾 这是射手版本 却没有围着一诺打 伴随着AG爆冷输给DRG 到底是逐渐狼化 还是新版本让他们实力倒退 这一点还需要看第三轮 如果是学狼在常规赛 故意偿东西输比赛 那还算是情有可原 毕竟决赛赢了就行 反之AG估计要到新破碎 不过长生说出 不懂行招之剑 能造男女王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赛讯工作没做到位 这些东西应该时刻提醒选手 要不然 AG这次不一定会输给DRG 但提早发现 这个问题是好事 同时 孟兰实力有点能回21年 一个人秀AG全队 一诺在他面前 有点黯然失色 并不是说一诺发挥很差 只是孟兰的发挥太好了 这种状态 可以直接剑指冠军 这赛季的孟兰身价暴涨 难怪DRG放走所有人 就是不愿意放孟兰离开 找着了 终于 给终于刷了个2技能 没有刷半啊 我靠刷 为什么没有刷半啊 刘昂 别 别搞 别搞 哥们 然后就是轩然一番话 自相矛盾 大家都知道是射手的版本 很多S组队伍 也都是围绕着射手 做战术安排 但AG第二轮 其实是改变了打法 以前是围绕着伊诺 现在基本上都是靠中上野 放伊诺自己单玩 打KSG的时候效果挺好 打DRG又一言难尽 所以说 还是要看第三轮跟季后赛 AG常规赛 已经不是大魔王 想问一下轩然 你觉得在这个版本 站边的一个切入环境 对比之前来说 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吗 感觉变化也很大吧 这个版本因为是个 射手的版本吧 算是 接着保他的人会很多 所以 切的人 就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好打 他们也明白 自己这个版本 是比较偏向射手版本的吧 其实现在很多 S组的理解 都是比较偏向这个点的 这个版本 它其实是比较偏向 一个中野的对抗 和一个站边个人 或坦边个人能力的吧 然后呢 它更多的是 其实是很需要一个 首先是半途的调动 然后是一个全途 上下的一个反动 这种情况下呢 咱先抛开中野的对抗 不谈吧 就是一个对下半区围绕的一个压制力 前期对射手的贡献 其实你们最近几天 这一个礼拜 新版本看下来 你们没发现 不管什么队伍啊 SAB组打 他们有一个共通性 都希望射手舒服 都希望把自己的射手做优 不论是在BP的选择 英雄的选择上 还是在局内围绕的方向上 那么好 这也就是回到了刚才局中 包括上一大场 AG3比2 赢完KSG之后 我给你们聊的那个点 就是从第二阶段开始 其实AG它的整个的打法 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今天我也说了 就是它这个打法不好说 我现在不好说 它到底是好是坏 如果说 AG它对 就是因为渲染刚才说了 是射手的版本 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它再假如说 它要打中上野的版本 那其实理解就会 版本的理解就会有问题 版本理解没问题 这情况下 它从打KSG到今天打第二机 是吧 一共是九小局比赛 其实AG并没有围绕着射手去打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吧 反正就也许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再看看 人家有人家的选择嘛 总的来说 AG输比赛算好事吧 只不过这是他们新版本手战 输了就让人有点着急 毕竟AG就算逐渐狼化 他们输比赛 也不会有人觉得再长 反而都觉得 他们要掉下神坛 至于AG换了新打法 放空一诺让他自己玩 目前好坏参半 DRG之所以能赢 除了孟兰非常秀以外 还怪AG着急了 如果放在以前 他们肯定是持续打掉点 而不是急着一波 最后反备一波 运营了一整局 输在了这一个决策上面 吸取教训或许是好事 大家觉得呢